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智力神经失调 这两个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马上请出林医生 大家好 老爸老妈的听众大家好 我是林树木医生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谈谈一下 从中西的观点来谈 那个焦虑症与智力神经失调 首先我们先知道 要先知道什么叫中西医结合 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 什么叫中西医结合 我们简单的定义来讲 西医它是以围观来看疾病 中医它是以宏观来治疗病人 中西医结合是什么呢 它就是用围观来了解疾病 来明白治病的一个机理 因为西医在这方面的一些了解 会比较深入比较细节一点 然后我们再用中医的理论 来解释这个疾病的病因 然后再用宏观来治疗病人 这就是中西结合的主要的精髓 所以以一个疾病来讲的话 它常常会分有功能性跟气质性 两种 中医主要的强项还是针对功能性 那什么是功能性呢 其实就是在器官组织 它所掌管的功能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及时调整 避免进一步的恶化 造成器官的衰减 这就是中医治未病的一个精髓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在它功能上出了一些状况的时候 而不是等到疾病产生 而不是等到你抽血检验 发现这是异常的时候 我们才来再做治疗 我们是要先知道说 你这个疾病可能 这个功能上出了这些问题 可能会慢慢演变成什么疾病 然后我们再开始用了解你整体的一个功能 以宏观的方式来治疗病人 这就是中医结合的一个精髓 在进入我们的那个演讲讲的内容之前 我先举一个实际的案例 这是我看过的一个病人 是一个51岁的女性的保险业者 他来这边找我 主要指数他反复的胸闷 胸痕闷 长达两年多 然后有时候会心悸心跳 有时候会喘不过气来 或呼吸很急 这些问题都会出来 然后因为他平时工作都有一些压力 睡眠品质都不是很好 所以他觉得胸闷 心悸 我51岁了 我会不会是心脏病呢 所以当然他赶快就去找心脏科医生 去做了一些检查 做了心电图 心脏超音波 然后一些检查之后发现 这不是心脏的问题 心脏科医生跟他说 这会不会是一个胃酸道流引起的一个状况 所以就转接去给肠胃科 去做了一些胃镜 发现说他里面确实有轻微的一些胃炎 有幼门螺旋径 是阳性 所以他就很快地接受了三合一的抗生素治疗 但是三合一的抗生素治疗之后 那个幼门螺旋径已经转阴了 但是他的症状还没有完全消失 还是反反复复的一些胃酸道流的一些问题 一直出来 所以在这段时间 他就一直在不用一些致酸剂来减少胃酸 有吃就减少一点 没吃 他症状又开始出来 所以经过家人的一些带来过来 给我看诊之后 我们帮他安排了一个智力神经检查 然后发现说他的智力神经比正常值高出了十倍 大约十倍左右 然后我们了解了他的一些病情 主要可能跟压力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可以针对一些中药 然后了解改善他的一些症状 所以这病人在吃了中药的一些处方之后 他的症状很明显的改善 他睡眠也明显的改善 我们看看这个病例呢 我们了解一下说 这病人他胸闷 然后又心悸又喘不过气 这是他主要症状 所以他会去看心脏科 他看了几科 看了心脏科 又看了肠胃科 然后又看了内科 也同时看了中医 他中间做了很多检查 包括心脏超音波 包括心电图检查 运动心电图 也包括做了一些胸部X光 看心脏有没有肥大 然后也做了胃镜大肠镜 然后做了幽门融心镜检查 最后他做了智力神经检查 发现他这个跟压力有关系 后面用一些压力 改善压力一些处方的一些中药 在这中医来讲 这是肝胃不合 引起他的胃酸过多 而造成说 他的一些胸闷这些问题 然后因为他的压力 而造成他压力指数上升 而造成他失眠的状况 然后我们用中药把它改善 从这个病例我们看到 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案例 很多人都会有这些问题 只是他们不了解 应该要怎么去看哪一科 他们常会有这些状况 然后我们下来我们谈谈看 这是一个智力神经的检查仪 一个检测仪 它其实就是应用它的探头 就跟我们量血压一样 但它主要的探头 是一个比较精准的探头 它可以放在你的脉搏上 在你的村观测 在劳动脉那边去检测 然后应用AI跟大数据 来分析你的身体上 有没有出现像功能上的问题 很多时候在你去医院检查了一堆 结果没发现什么问题的时候 它这个智力神经检查 它可以发现一些哑铃 哑铃床的问题 也就是说 你功能上可能出现一些状况 然后把你的问题找出来 再来对症治疗 这是另外一个病人 在我们这边做 你可以看到 这个病人来讲 他的智力神经检查 他的胶感神经活性2367 实际上 以他这个岁数 61岁 62岁来讲的话 他们大概是维持在100 所以很明显这高出了 很多倍 20倍 他的副胶感神经也一样 是484 实际上他也是100左右 但是他现在来讲 已经高出了4倍 所以像这种情形 很明显的 就是说 这个病人 他其实属于一个 要求 就是完美型的 做事比较积极极端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生理年龄 也就是智力神经调控的 生理年龄 他只有15岁 他其实跟年轻人一样 拼近十足 这就是智力神经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他胶感神经和 副胶感神经的底子 我们正常应该要 1 他现在已经4.9 所以可以很明显看到 这类的病人 超过1.5以上 他们可能 在睡眠上 就出现一些障碍 一些问题 在智力神经 除了检查这之外 他也可以看你血管的紧张 紧张度 也可以看你的 心跳 跟那个 有没有不规律的情况 这些情况 他其实都可以看你出来 另外呢 他也可以看 你有没有心力不整的状况 所以他 因为他放在你的脉搏上 连续测5分钟 其实比心电图的时间还长 一般的 一般的在医院做 12导臣心电图 他其实在几秒钟里面就完成 但是这个是连续 真测5分钟 他可以看到你的脉搏图 有没有心力不整的情况 像这边 他就抓出了一些心力不整的情形 那我们大概也了解说 这病人他情况大概是怎么样 另外呢 他也可以测试 可以抓到你的脉搏图 我们可以看上面的脉搏图来讲 很明显看到 这是一个健康者的脉搏图 那他的那个 这个斜斜的 这个收缩 就是我们所心是收缩的情况下 他是一个很有力 强而有力 一直到3800 3900这样 然后在他打开书章的时候 他是很垂直的直接下来 并没有碰到太大的一些阻力 然后再来就是二间半的一个关闭 也是强而有力的 但是我们看到一些 这个测试者呢 我们可以发现说 他心脏在 左心是在收缩的时候 虽然力道还算不错 但是他只到3200 就表示这个人在功能上 在中医所说的气 可能就已经明显有不足的情况了 然后他在下来的时候 我们舒张压打开的时候 你看看上面那个是很垂直下来 这个就碰到了一些阻力 就缓缓的这样下来 而且他二间半 也没有办法 像这么有力的一个关闭 所以我们发现说 这个病人他可能在 心脏的一些早期功能 已经出现了一些状况 在中医来讲 这是一些气不足的情况 我们这时候就可以 及早的做一些处理 避免病人出现 严重的状况 我们才来处置 另外呢 这个 智力神经检查医 他也可以投资 看你的中医的脏腹的一个检测 可以看你的 那个消化系统 可以看你的 心脏血管系统 也可以看你的肾 跟他相关性的功能 的一些情况 另外也可以 里面可以侦测 你中医的28卖相 你属于哪些卖相 他这里面 你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这个我们带过去 然后我们现在 主要是看看 那我们回到正题 压力 其实是焦虑 主要产生的原因 在什么地方 它其实主要的原因 还是在于压力 而我们的压力 主要是来自于工作 家庭生活 还有人际关系 当然还有一些慢性病 一些病痛的问题 也会影响到 它焦虑的一些情形 只要压力 长期面对一些压力 我们身体 自然就会产生 一些压力荷尔蒙 等一下我们这个会有图示 这压力荷尔蒙 它本身压力激素 它本身就会激发 胶感神经 抗奋 而胶感神经 它抗奋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它就会造成心跳加快 血压上升 精神出现紧张 焦虑 失眠 甚至恐慌的情况 然后免疫力 也一样会下降 所以我们焦虑症的一个共同点 就是我们刚刚挤那个病例来 为什么挤这个病例 因为大家可以发现到说 其实很多焦虑症的人 他并不知道不了解 自己是有焦虑的问题 他们对压力跟焦虑的情况 并不太了解 他们也抽误解读身体的状况 就像刚刚 他那个问题 人家压力造成胃酸过多的问题 它造成胸闷 胃酸道流造成胸闷 胸痛 呼吸过急的情况 那他就以为说 会不会是心脏的问题 会不会是肺的问题 但实际上 他实际上是一个压力 造成胃酸发的情况 所以他就会到处去求诊 心脏科也看 胸腔科也看 肠胃科也看 然后精神科也看 内科也看 或者中医 各方面的传统医疗 他都跑去看 所以是错误了 就诊各一些科别 所以到处去求医 到处去走 所以我们看到焦虑症的人 常常就会很焦虑 很害怕 所以他们就会去找 很多科别去看这个疾病 所以他们常常是 缺乏一些适当的 一些压力表示 这是一个焦虑症 病人的一个共同点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身体里面 其实有 主要调节 那个神经传统物质 负责我们的那个情绪 调节情绪的 主要有三种技术 一个就是血清素 再是正上腺素跟多巴胺 当我们正上腺素 分泌过度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说 会造成情绪的过度紧张 当我们的多巴胺 所发明 分泌过度的时候 会在精神持续处于 过度亢奋的情况下 而我们的血清素 其实又称为快乐素 然后它负责让你快乐 轻松 自信 控制你的情绪 让你情绪比较安慰 然后当然 因为控制智力神经 心意 各方面的问题 让你减少疼痛 这些问题 这是快乐素 的部分 所以我们 从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压力的下面 我们 大脑会产生什么生理 在精神压力 压力主要来自精神压力 工作家庭能剂 但是生理压力 像一些疾病 慢性疼痛 以前得了一些 带状抛诊之后 出现一些慢性疼痛 它也会出现一些 焦力 压力的一些问题 当这些压力 产生之后 它会刺激我们下子球 然后刺激我们肾上腺素 分离 那个 就是压力荷尔蒙 这些问题 压力荷尔蒙 这些产生之后 但我刚讲过 它会造成我们 智力神经 尤其是胶管神经 会过度的刺激 而造成智力神经的 一些失调 但这些压力 也会影响到 我们的边缘系统 也就是我们情感 管制情感的大脑部分 它会抑制我们 血清素的一些分泌 也就是快乐素的分泌 然后你就容易产生 所谓的焦力 或者忧郁这些问题 那我们既然讲到 说我们控制情绪 哪些是踩油门 哪些是刹车 所以我们身体 其实有踩油门跟刹车 才能够搭 才能够应付环境的压力 才能够达到平衡 所以我们谈谈看 主要说像智力神经 我们刚刚提到说 智力神经 它主要作用在什么地方 尤其胶管神经 当你碰到危险的时候 胶管神经 它主要的一个作用 就是进入战斗 的一个功能 进入警戒的一个功能 进入战争的一个功能 你要面对压力的一个功能 所以这就是踩油门 当你压力过后 你的副家的神经 它就让你慢慢恢复 平常 让你产生能量 这些问题 它就是一个刹车系统 当然我们刚刚讲的 像内分泌系统 像肾上肩素 可逼松 这些东西 它其实都是 一个踩油门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要如何让 踩油门跟刹车 能够达到平衡 这就是我们 今天要让大家知道的 像我们刚刚提到 智力神经 尤其你胶管神经 它就是踩油门 不胶管神经 它其实就是 我们的刹车 所以胶管神经 我们可以看到说 当你紧张 压力来的时候 你的脱液线 分泌其实会被抑制 所以会觉得口干 舌燥 你甚至会流汗 冒冷汗 这些问题 血管收缩 血压上升 心跳加快 这是常见的状况 然后你血糖也会上升 然后再来的话 你会消化到 就是强制的 蠕动就会减少 就会影响到说 你的食意 可能吃不下 这些问题 然后对于 生殖器方面来讲 它也会促进 射精这些问题 但你胶管神经 破抗的时候 它就会造成说 阳尾这些问题 其实都是属于 肢体神经失调的一个状况 我们了解什么叫 胶管神经 什么叫 腹胶管神经 哪个是刹车 哪个是油门 大家就会知道 腹胶管神经 它主要还是会出现一些 内奔移 一些奔移的一些形成 所以这些我们就要从那边去了解 它的功能上 然后我们怎么去判断 我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边再重复 简介 简列 介绍一下 胶管神经 它其实是在一个 警戒的一个状况下 所以会造成你精神紧绷 你周边血管收缩 心跳加快 肌肉紧绷 然后你的周边的感应器官就很强 所以有些胶管神经很强 很紧张的人 你可以常常会跟 看医生都会说 我常常会听到我的心跳 我常常一点声音 就会把我吵醒 所以它就一直长期处于在 一个很警戒的一个状态下 所以稍微一点风吹草动 它可能要起来战斗 所以他们都是没办法睡得很安稳 而富家的神经它刚好相反 它其实促进了你休息 你吃饱饭之后你想要休息 睡眠 所以你这时候血管 这东西是扩张血压是下降 所以你可能在睡饱 吃饱饭的时候 你看到很多东西 在吃饱睡饱的时候 实际上它的警戒心就比较弱 我们看到蚊子 它为什么吸满血的时候 你要打它就很容易 它还没有吸血的时候 没吸你的血的时候 或者一些动物 它在饥饿的时候 它其实在交软神经比较亢奋的时候 它的精神 警戒状况就会比较好 但它已经吃饱了 在那边睡觉 它警戒心就比较弱 所以就会相对的话 这时候就产生一些危险 所以我们这样治理神经失调的一些症状 其实这边这张表大概就有列出来 其实我们最常见的 很多人告诉你说 手脚病人 或者说是手脚会麻痹 像头阴头痛 眼睛干或者湿 这些问题 其实都是交软神经常见的情形 在刚刚那个病人 我们看起来就很明显 这个病人 他其实也是一个压力 造成交软神经的一个抗奋 而会引起他胸闷 在压力的情况下 你的胃酸分泌就会增加 胃酸分泌增加 而你的附加短神经 在作用不好的情况下 你肠子活动减少 所以胃酸其实就往上跑 所以会造成胃酸分泌过多 这些问题在中医这次 称为肝胃不合的情况下 所以你在舒缓它的压力 疏肝解疫的情况下 去治疗 从中医所谓的肝脏功能 去调理它 你可以发现说 它胃酸很自然就会减少 所以这些东西 就是中医合并 它会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些看法跟治疗 中医在这方面 药物跟一些想法 相对会比较多 所以像 那个焦力造成一些疾病 或者压力相关的 一个焦力疾病 我们常见的 就像一些恐慌 强迫症 管方性的一些焦力症 或者是一些创伤性的压力症候情 就像我们这边有个病人 他在COVID这段期间 因为他父亲 跟他感情很好 但是他父亲因为 那个COVID 而造成肺炎而往生了 这造成的病人 就出现一些压力症候情 的情况 当然像有一些恐慌症 也是很常见的 比如说我们常见到一些病人 会觉得突然间胸口痛 或者心跳加剂 或者紧张 在情绪压力的情况下 生气的情况下 他会觉得吸不到气 也许用力的吸 觉得吸不到气 好像自己快要死掉了 很害怕 很恐慌 当他吸气 吸得过多的时候 就会造成二氧化碳被洗出去 二氧化碳不足的情况下 就很容易造成他手 就是呼吸性减重毒 就会造成他手麻 或者手抽筋 前身麻 前身抽筋 这些问题就有没有出来 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会送到急诊器 结果发现 他血氧其实是OK 其他部分是还好 其实他其实就是 肺本身并没有问题 他的呼吸过急 其实是没有问题 他其实主要是一个恐慌 一个情绪引发的一些问题 这些东西 其他都是有相关 当你把这些压力 舒缓去改善 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其实就会 平缓下来 他氧气 二氧化碳 这些回来 他手抽筋 手麻 这个问题 或者头皮发麻 肢肢发麻的情况 都会改善 除了刚刚讲的中医 西医的部分 跟肢力神经部分 我们谈谈谈中医 教肢力正在中医的一些 治病的一个精神 在中医认为 肝熟木 肝煮书血 还有肝煮禽子 肝熟木 木就像一棵树木一样 树木 它主要就是要向上 生长 向四周生长 对不对 这是它主要 所以树木 它需要什么 需要有阳光 需要有水分 需要有营养 从中没有阳光 没有水分 没有营养 那它的生长 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当然如果说树木 它如果说切法阳光 它可能就 没法很好的往上生长 如果说除了阳光之外 它外在有些压力 压迫症的时候 那它的树枝 就没法很好的 向四周生长出去 当它没法 生长出去的时候 就我们长一几例说 中医所说的 肝气易结 什么叫易结 易结是受造 外面的一些压力 它不能够 自由地向上向外的一些生长 但是它没有办法 发现出来 它只能向内 放在心里面 比如说 你今天受到上师的一些 处罚 那是折骂之后 那你又不敢去 去反驳回它 虽然说你是做对的 它是不对的 但你又不敢 很有力地去反驳它 所以你只能放在心里面 有些人可能 内向的只能放在心里面 放在心里面 这个气就会在里面 会内乱窜 乱窜就会内衣 会生活 生活之后 这个病人的压力 就越来越高 就会产生焦虑不安 狂躁 脾气变坏 这些问题 它就是出来了 那刚刚讲 一些能量不足呢 能量不足 我们看到 常现一些中风 一些慢心病的病人 它营养不足的情况下 那你可能看到 这类人 它其实都产生一些 忧郁的一些情绪 出现忧郁症 自杀的念头 这些问题 其实就会起来 所以我们中医的一些条理 其实就跟着这些机理 来做一些调整 所以我们看看 从五行上来讲 木火土精水 木 生火 然后木 克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肝是属于木 木又克土 当你肝火过剩的时候 你会来影响到 你的木成土 你会影响到 你的那个肠胃的系统 所以常常会造成一些 肝胃不合 常常会出现一些 胃酸过多的一些问题 这时候 你只要能够 舒缓肝火 去解决 平息肝火的话 那这个病人 他的一些肠胃的症状 就会因此获得改善 像肝 如果说它是在正常 而你肠胃的一些功能 不好的时候 它肝 木也会成土 所以一些 土稀 木成 这些问题就出来 所以就出现一些 可能不足的一个情形 像一些 优异 或者 像一些 情细 比较 低落的一些情况 它就容易会出来 所以在中医的一个观念 我们就看到说 那像肝木 就肝木过往的情况下 它会造成什么问题 会造成 容易生气 容易部障吃不下 胃酸倒流 大便棉 西棉 这些问题 其实都是它常见的情形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重新整理一下 像一棵树木 如果说它往上生长 它上面的阳光不足 它上面的一些水分 一些生长 被你压制的 上面的树 弄上一层网 还是怎样 它没办法往上 它可能就只能 向内向外 向内生长 那它就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这时要做的 就是要如何 疏肝 解育 去解决这些问题 让它肝 能够正常的 树木 能够正常的 往外生长 它内部的一些火 能够下来 那这个病人的症状 它才会获得 比较平稳的一些改善 得到平衡 那这些症状 很自然就会缓解下来 刚刚我们也看到了 木生火 所以木 它会 会生火 心是属火 所以你可以看到 心在这边 它不是单单只有心脏 它还有心脏 血管脑部的一些功能 在里面 所以你常看到一些 焦虑症的病人 焦虑严重 有时候常会出现心悸 心跳加快 这些问题就会出来 那有时候它会造成说 脑部的一些问题 跟一些记忆力 就会下降 甚至有一些睡眠 它变得睡眠比较浅 就像讲 它警戒心很强 或者说它很多梦 所以它思路也不会清晰 一些心血管 这些气血不通胀 一些肢力神经失调的症状 就会更明显看到 所以中医的调理来讲 我们大致上都会 从肝心皮肾这方面来 让它打到平衡 只要说是一个时症的 时症就是过多 比较热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会用家味逍遥伞 对一个吸症 吸症就是吸不足 不够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去补 我们就用一些龟皮丸 所以对一般的情况下来讲 对压力比较大 情细起伏比较激烈的 我们大部分都用疏肝的一个模式 我们要让肝 我们要去舒缓 而不是是压制 让肝能够该往哪个地方去 就该往哪个地方去 而不是说一直在里面 把它降火 那是没用 所以就只要你疏肝 所以容易受惊吓的 容易心悸的 胸闷的 血压波动比较大 我们大部分用一些 镇静的一些 镇肝的一些药物 另外对一些瓶血 一些慢性病人 出现的焦虑 容易不屑的这些 我们大部分都是用一些 健平安神的一些药物 所以我们同时 做了一些智力神经检查之后 我们发现 胶感神经过抗者 我们中药也有一些药物 可以改善胶感神经的 一些中药方 可以去改善这个问题 甚至也可以用推拿 放松的情形 来增加血清除 而改善这些症状 胶感神经 我们这些附带讲 胶感神经 在我们中医来讲 它就比较接近 我们中医所谓的阳 不胶感神经 就比较接近我们阴 这两个要达到平衡 它才能够获得健康 所以除了一些药方之外 其实中医还有一些治疗 比如我们一些穴位按摩 所以我们发现 当你觉得焦虑不安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按着 你手指甲床的两边的一些颈线 尤其是中指 博明指 因为它有经过 星包经 星经的一些情形 所以按压之后 它有时候对你情绪的一些镇定 会有帮忙 或者你旁边的人 可能情绪比较不稳 你可以帮他按压 同时你可以按压一些 百慧蟹 内关蟹 神仁 零零钱 三英交 这些瓶子作为一个保养 这是我们刚讲的颈线 大概是中指跟无名指的部分 它有这些功能在 还有神门线 有一些安神的一些作用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做到什么 就是要降低我们的压力和 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 像我们也许可以做一些打坐 冥想 或者一些宗教 他们像一些诵经 读圣经 或者读佛经 这些东西 他们都可以去改善这个问题 让他不要一直紧绷在那边 然后可以听听一些轻松的音乐 然后也可以跟一些幽默的人 交朋友 讲一些笑话 让你笑一笑 当然 这边来讲像有些像按摩 有些为什么喜欢去按摩 他觉得可以放松 其实他放松肌肉松弛下来 你的压力激素减低了 但是你的血清素是会上升 就会让你心情放松 当然有些人可以搅口香糖 因为这里在一些西医的研究发现说 你搅口香糖的话 你的那个皮质素 压力激素 会比其他人降低了12% 另外呢 还有这些放松的一些锻炼 所以你要维持一些有规律的一个生活 可以利用早上跟夜晚来说拜拜 为什么早上起来会比较有方法 因为我们一些阳光 一些造色 有些维他命D 维他命D 其实切法的话 也会造成忧郁症这些问题 阳光 晨光也可以刺激一些血清素的分泌 让你比较能够平和快乐 当然还有一些有规律有节奏的一些运动 像气功啊 瑜伽 太极钳啊 美门平甩功啊 八段井这一类东西 因为你在做这些气功 这些情况的时候 你一直会想着下一步要做什么 你这很自然这样做过去 然后你就会放松放空 不会去想一些烦恼的事情 或者让你焦虑的事情 或可以减轻你的压力 所以一些有规律 有节奏的一个运动 其实是可以改善这个问题 尤其像美门平甩功 它是台湾 美门 李凤山 它所研发出来 它其实从 那个 那个少林一经经那边 所 就是 简化而来 然后 在台湾 之前前台大的一些 校长 他们也针对这方面 做了一些研究 也发现说 其实你在做的时候 可以让你的那个交感神经 不交感神经 能够 比较 达到平衡 可以降低你的紧张度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 有一些科学根基 我们认为 其实可以去做 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要改变你的心态 跟处事的态度 因为常常这些压力大的人 他常常不懂得去解 人家叫你做什么 你就去做什么 所以你要懂得如何去 适度的去解 别人的要求 你做得到 你才去做 做不到 不要去 去接受 或者说 你这事情 你现在已经没办法完成 需要有人来帮忙 你要懂得去 请托别人来帮助 可以帮助你的 协助你 减轻你的一些压力 当然还有面对一些 同时出现的问题 你现在两件事 三件事在一起来 那你要懂得如何去取舍 哪些事情 你应该要去做 做不来的事情 先把它割一遍 先不要去理他 如果这是同时出来的事情 你要懂 你要把所有事情 堆在一起的时候 让你产生一些焦虑 不安这些问题 当然还有就是 简单的事情 要先做 困难的事情 后做 不是说你不做 要有顺序去做 所以你在做的时候 一些工作的一些 缓急的情况 你要把它排列好 紧急的 你要先做 可以缓办的 只有在你时间空力的时候 再做 而不是说 我先做一些 不重要的事情 那紧急应该要做事情 我丢在一边 等到 人家要找你要 要那些资料的时候 你来不及了 那怎么办 所以你会压力就会产生 这些焦虑症就会出来 所以我们应该懂得 如果去分配 那个工作 哪些急 哪些先做 再来的话 我们面对一些问题 我们不要拖延 因为这些事情 你非得要做不可 你干嘛要把它 搁在那边 搁了越久 你的问题就越多 问题越多 你的生活压力 就会越大 当然还有 不要讲 所有事情 全部都自己要来做 你可以找别人帮忙的 你要找别人帮忙 我们需要是一个团队 而不是所有事情都把自己 自己一个人把它做 你都说 能够形成有一个团队 大家分工合作 把该做的一些东西 大家分摊出去 那大家就会减轻一些压力 当然 还有些事情 你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不要自制在那里想 你也要 一定要拿出一些行动 赶快去解决这问题 你想而不去做 那时 那个问题一直存在在那边 当然对一些没法解决的一些问题 你就设法把它丢掉 忘记它 不要去理它 我想这东西最重要 所以人生是一个减法 而不是一个加法 过去的事情 不需要的事情 我们该丢掉 就丢掉 不然你的烦恼 就会越来越多 当然还有很重要 要适当的发现 憋在心里 闷在心里 那你的内意就会生活 那你的焦虑感 你的脾气 各方面 其实都容易会出来 所以 该发现出来 你需要发现 所以要懂得情绪管理 适当的时候 可能大声喊出来 该讲出来的时候 你认为这些东西 一直把压力加给不适合的时候 应该说出来 你要婉转的方式 把它讲出来 你要懂得幽默 跟规律的 你懂 再来的话 这个是一般大家认为 12种比较常见 可以让写青素 增加写青素的一些食物 大家可以看一看 像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适当地食用 像煎豆类 这大概是比较常见 像核桃 这些东西都有 那以中医来讲的话 我们常发现说 很多人压力 熬夜的时候 会造成阴烯火旺 因其火旺之后 可能一些干火 这些问题也跟着上来 为火干火上来 所以这时候 你要去舒缓它 为火干火 还有一些焦虑的问题 像一些百合 莲子 银河粥 或者六味清汤 一些知音降火 一些中药的 一些食料 这些东西 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做 像比如说 像金针花 像金针花 有些人来讲的话 大家把它称为快乐花 它有时候 有很多人会拿金针花 来炖排骨 可以拿来服用 所以全家的一起使用 可以降低 这些不快乐 来让大家一起去 增加血清素 让家庭炖快乐 那整个家庭才会更加新 今天我的演讲 大概到这边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好 我们现在这边 暂停一会儿 我们先来结束 我们的这个脸书直播 待会儿我们再进入 我们的Zoom的交流环节 来 让大家来提问 好 在我们结束之前 我们先再次的感谢 我们先来感谢 我们的林医生 今天带来这个 分享焦虑症 和肢力神经失调的 这个课题 好 我们也来先预告下 下周六的健康养生课 下周六我们会请到的是 神秀儿医师来分享 五劳所伤 中医将您防御条 将去防御 和调理你的身体 好 下周一的话 下周一依然是我们的 尿利老师来跟我们 继续谈水彩 水彩该如何去玩 怎样去画好一幅水彩画 好 如果大家感兴趣 还没有加入Zoom的同学的话 欢迎大家 点击这个 CaptionZoom的报名链接 来报名我们的 这个老爸老妈来上课 那么大家就有机会来 参与到接下来的 这个Zoom里面的交流环节 好 在结束之前 我再也要 再宣传下一个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2023年第三届 捕获热灵精神奖 依然还在 开放 接受报名中 如果大家身边 有哪一个 你觉得 想肯定他有成就 对国家有贡献 对社会有贡献的 一些长辈 大家如果觉得 欣赏他的话 欢迎大家提名 身边这些长辈 来参与我们的 这个2023年 捕获第三届 热灵精神奖 好 我们就现在 持大住 马上进入 我们的这个 这么多交流环节 谢谢大家